第841张封后黛玉 空 也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了 叶星辰和洛云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是总体而言 叶星辰是占据优势的 因为他拥有血肉衍生境界 一般的伤势对他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甚至可以转瞬之间就恢复了 但是洛云就不一样了 随着双方激战不断 他的伤势也越来越重 战力更是大幅削弱 如果继续下去 败的肯定是他 不过 仅凭如此情况 叶星辰也击杀不了洛云 因为不远处有一个洛云部落的战神正在赶了过来 面对两位战神 如果只依靠肉身力量 他就打不赢了 看来要动用真正的战力了 叶星辰见状 顿时不再保留 一股强大剑意忽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宛如锋利的绝世神剑 将天空中的云朵都给撕裂开来 空天地震动 虚空沸腾 一柄巨大的光剑 突然出现 并且与叶星辰整个人和为一体 朝着落云斩杀过去 这一瞬间 在场所有的战尊 都感觉自己手中的剑要脱手而飞 连王死死按住 一个个心中惊跳 不约而同的看向叶星辰这边 待得看到那璀璨的光剑 众人都惊呆了 好强大的剑意 这才是他的底牌啊 看走眼了 远处 三位大将军一个个都满脸震惊之色 铁血统领眼中也闪过一道光芒 肉身厉害也就算了 没想到修为也这么强大 而且他领悟的奥义是次元 是高等奥义 这要是让他成就了战神 恐怕一般的上尉神都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拥有如此天赋 怎么会是一个散修 说话之间 远处的洛云已经被叶星辰给一剑宰了 这很正常 当初地狱那位降临战神大陆的上尉神 都被叶星辰一剑灭杀 更别说洛云这个中尉神了 吃斩杀洛云之后 叶星辰继续出手 将洛云部落剩下的战神 也杀得干钱静静 没人可以在他手中走过一剑 如此强大的一幕 吓呆了整个洛云部落的人 反观铁血军一方 却是一个个惊呼不已 随即纷纷欢呼起来 士气倍增 众人看向叶星辰的目光都变了 一个个都炙热无比 无论在哪里 强者都是最耀眼的 铁血统领 性不辱命 叶星辰提着洛云的脑袋踏空而来 对面前的铁血统领抱拳道 铁血统领顿时哈哈大笑道 好 干得不错 看来将军这个职位不适合你 该给你大将军职位 旁边的三位大将军脸色一变 铁血军之中多了一位大将军 代表他们的利益就要被瓜分一部分了 不过 刚才叶星辰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他们也没什么可以反驳 更何况从叶星辰表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银银比他们还要更强一些 他们又怎么敢得罪叶星辰 说到底 这个世界还是以实力为尊 铁血统领 叶某出来乍道 能够升任将军已经很惭愧了 又岂敢亏计大将军之位 叶星辰连忙谦虚说道 铁血统领摇头笑道 我们铁血军强者为尊 你有这个实力就给你这个待遇 你若是晋升到了二星战神境界 到时候就会给你统领的位子 说吧 铁血统领大手一挥 说道 洛云部落的战神已经灭掉了 剩下的便交给那些将军吧 你们四个跟我回去 三位大将军 还有叶星辰 顿时跟在铁血统领身后 剩下的战斗 交由在场的十九位战神将军主持就行了 叶兄 在下宁刚 叶兄 在下萧瑟 柳青武 三位大将军都跟叶星辰打了招呼 哪怕之前看叶星辰有些不屑之色的柳青武 此刻也笑着与叶星辰交谈 简然 叶星辰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叶星辰也因此认识了铁血军这三位大将军 其中面色粗狂的汉子叫做宁刚 美少妇叫做柳青武 剩下的一个华福青年叫做萧瑟 三人都是一心战神 而且都是尚未神 显然都是领悟了高等奥义 看来在神域大陆 尚未神虽然不多 但也不少 我如今的实力 恐怕仅仅勉强达到天才这个阶位吧 叶星辰暗暗想到 遥光城只是北州的一个城池 而北州是五大州中最弱的一个州 在这里就可以随便看到一些上尉神 可见上尉神并不是神域大陆中的顶尖天才 几人都是高手 很快就抵达了遥光城 出示了一下铁血军的令牌 几人就直接进入遥光城 守城的人不敢阻拦 回到江府 在一座大殿内坐下 铁血座在上方 扫了左右两方的四人一眼 开口说道 原先我们铁血军的十九位将军 除却一位是我的亲位 剩下的都被你们三人平分了 一人率领六位将军 铁血说的是宁刚 柳青五和萧瑟三个大将军 三位大将军面色沉默 他们显然猜到大将军要自己三人分出一些利益了 毕竟新增了叶星辰这个大将军 你总不能让人家成为一个光头司令吧 果然 只听铁血继续说道 这样吧 你们每人分出一名将军交由叶小子掌管 三人文言松了口气 还好只是分出一位将军 他们手下还能掌管五位 损失并不是很大 三人当即告辞 表示回去后立马安排 大殿内 顿时只剩下夜星辰了 铁血看着他 笑着说道 你的身份令牌我明天给你换掉 曾经以后你便是我们铁血军的第四位大将军 是夜星辰点了点头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待遇吧 铁血知道这些散修加入江家 就是为了待遇而来的 顿时说道 作为铁血军的大将军 你每个月都会有一百块神石的俸禄 除此之外 还有出任务时的任务奖励 比如这一次灭沙洛云部落 城主府给了我们江家十万神石 其中家族拿走三城 剩下的七万神石便是我们铁血军的 铁血继续说道 我作为统领 拿走一城 也就是一万神石 大将军拿半城 也就是说 你们四个大将军拿走两万神石 剩下的四万神石 则给那些将军 还有士兵们分 夜星辰听完感慨不已 没想到一个任务竟然可以让他赚取五千神石 这要是在完成一个大型任务 岂不是就能赚够传送阵的费用了 当然 这也是跟他展现出实力 晋升大将军有关 如果只是普通将军的话 恐怕只能分到几百块神石而已 位置越高 每次任务所获得的奖励便越丰厚 第842章熟人 当然 任务的奖励并不仅仅如此 还有你们的战利品 大殿之中 铁血看向夜星辰 笑着说道 像你这次杀了洛云 还有几位洛云部落的战神 他们的战利品肯定是你个人的 此外 洛云部落之中缴获的战利品 则按照之前的分成 由我们铁血均分配 夜星辰文言心中一喜 洛云部落那么大 肯定还有不少神石 看来这一次任务所赚取的奖励很大啊 不过你也别高兴的太早 毕竟像这种大型任务很少 不是经常都有的 铁血摇头道 我们铁血均的主要任务还是击杀周围的魔兽 实际上这也是城主府和周家的主要任务 毕竟我们不杀那些魔兽 那些魔兽就会越来越多 一旦遭遇魔兽工程的时候 那么我们遥光城就危险了 魔兽工程 夜星辰文言心中一惊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不然对方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北周的人了 毕竟 像魔兽工程这种大事情 只要是北周的人 肯定会知道的 哗 这时铁血拿出一张地图 摊开来对夜星辰说道 这是我们北周的地图 这里是遥光城 遥光城附近分为三个区域 其中最大的区域 由城主府负责 而这里便是我们江家负责 铁血指着地图上面的一片绿色区域 对夜星辰说道 我们江家负责的区域以前被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由三位大将军主持清扫魔兽 但如今增加了你一位大将军 所以要重新分配为四个部分 你就负责此地 说着 铁血在绿色区域之中又划分出四分之一 对夜星辰说道 没问题 不过 我的实力也只是一星战神 若是遇到二星战神级别的魔兽 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迟疑道 二星战神级别的魔兽你不用担心 我会负责视察整个区域 如果有二星战神级别的魔兽 我会亲自处理掉 如果我打不过 那就找江家高层来 铁血说道 嗯 我明白了 夜星辰点了点头 再无疑问 好了 那三个家伙应该给你分配好了手下 我带你过去接受他们吧 铁血说完之后 带着夜星辰离开大殿 走向广场 此时 三位大将军已经每人分出一位将军 以及手下一千士兵交给夜星辰了 从今天起 夜星辰大将军便负责统帅你们 你们没意见吧 铁血统领看向面前站着的三位将军说道 毕竟是三个战神 即便他实力高 也要客气对待 没意见 三个战神连忙摇头 如果是一开始 他们或许有意见 毕竟他们看得出来夜星辰还只是一个战尊 他们又怎么可能服从一个战尊领导 不过 这次灭沙洛云部落一战 他们亲眼见到了夜星辰的恐怖 所以心里自然不敢有任何意见 接下来 夜星辰和这三位将军分别认识了下 毕竟以后就要共事了 当然得搞好关系 傍晚 夜星辰独自离开江府 在遥光城内逛了起来 遥光城非常繁华 远超战神大陆上的任何一座城池 而这 还仅仅是最弱的北州 真不知道中中那里会如何 夜星辰心中有些向往 鸡哥 紫雪 孟林 你们还好吗 思绪之间 夜星辰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学院门前 遥光学院 此时 遥光学院正好是放学的时候 一众学员们从学院大门内鱼灌而出 嗯 是他 忽然 一星辰瞳孔一缩 与此同时 遥光学院的学员们当中 一个短发青年明目望向夜星辰这边 面露疑惑之色 周哥 在看什么呢 旁边一个青年叫道 哦 没什么 只是刚才那人看起来有些熟悉 短发青年摇了摇头 随即收回目光 和几个同学离开了 夜星辰望着他的背影 眉头微微皱起 他怎么会在这里 吃了 这座城池距离当初那座空间通道最近 只是没想到地狱的人竟然也潜伏在这里 不错 这个短发青年 就是当初他们在战神大陆攻打地狱时 在黑色宫殿空间通道那里看到的一批少年当中的一个 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才知道神域大陆的存在 夜兄 潇洒的声音传来 他从遥光学院走来 你认识那个短发青年吗 夜星辰看到潇洒来了 顿时指着不远处离开的那个短发青年 对潇洒询问道 周克 周家的一个天才 早已经踏入高级战尊境界 是我们遥光学院最厉害的几个学员之一 听说 他还是周家家主的孙子 潇洒说吧 好奇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牵回去再说 夜星辰听完之后 面色有些凝重 带着潇洒赶回江府 回屋之后 夜星辰才说道 你以后要小心这个人 他是地狱的人 当初去过我们战神大陆 不过还好 他当初只认识我见风的样貌的 不认识我本人 什么 他是地狱的人 潇洒文言满脸震惊 他 他可是周家家主的孙子啊 夜星辰审声道 这就是我担心的 作为周家家主的孙子 要天父有天父 要地位有地位 他为何会加入地狱 除非 整个周家 或是周家大部分人 都是地狱的人 恐怕整个周家都是地狱的人 这地狱还真是可怕 潇洒一脸忌惮之色 不过还好 我们没有直接和地狱对面过 我告诉你此事 也是让你有个警惕 对于周客此人 你要小心对待 有机会的话 也帮我多多观察一下他 但切记小心谨慎 毕竟我也不想与地狱为敌 只是提防而已 夜星辰随即说道 明白 潇洒点了点头 之后 两人各回各屋 各自修炼 夜星辰则在检查着今天的收获 从铁穴那里 他得到了五千五百块神石 从骆云等战神身上 他又得到了三千多块神石 转眼之间 他的神石都快接近一万了 真是不敢想象 不过 神石是巨大的消耗品 夜星辰也没觉得 把八千多神石能够用多久 毕竟依照他现在的情况 一晚上就要耗费一百多块神石 这些神石几个月就可以用光了 第八百四十三章暴露 有神石帮助修炼 夜星辰的进步很快 他估计最多十天时间 就能进阶到 十十星战尊后期了 最多一年时间 他就可以冲击战神境界了 这是他在战神大陆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难怪神域大陆会有这么多战神 有神石这样的修炼资源 只要天赋达到七进领域 都有机会成为战神 夜星辰暗暗感慨道 一夜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次日清晨 夜星辰再度赶往铁血军军营 铁血军早已经在此 他看到夜星辰过来 笑着说道 我铁血军每个月月底出去清扫一次魔兽 如今距离月底还有十三天 这段时间你只要监督你手下低士兵训练就行了 顺便和你手下三个将军练习一下配合技能 如果有任务我会通知你们四个大将军的 嗯 夜星辰点了点头 铁血随即就离开了 夜星辰则看向面前的三个将军 也就是他的手下 这三人分别叫做清木 北宫 蓝林 两男一女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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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连忙行礼 夜星辰摆了摆手 说道 我出来乍到 什么也不懂 你们以前怎么训练 今后依旧怎么训练 是 清木三人点了点头 随即就安排下面的人去训练了 不久后 三人再次回到夜星辰面前 清木看着夜星辰问道 大将军 我们现在要练习配合作战技能吗 不必了 你们三个练习就够了 我实力远超你们 一见就能将你们秒杀 与你们配合又有什么用 夜星辰淡淡说道 三人顿时满脸苦笑 虽然夜星辰说的不客气 但是他们也明白这是真话 毕竟夜星辰上次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了 一头巨龙和一群蚂蚁怎么配合 根本不需要配合 那么大将军 我们自己去练习配合训练了 清木三人随即离开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 夜星辰眼中光芒一闪 暗自想到 我迟早要离开北州前往中州 没必要和他们纠缠太多 说到底 北州 姚光城 以及江家 都只是他暂时停留的过度低而已 一旦等他晋升战神境界之后 他就会前往中州 讲吧 夜星辰在附近的一座凉亭中盘西坐下 继续修炼 反正他神识足够 白天没事的话 当然不能浪费时间 如此白天黑夜一番辛苦修炼 再加上神识的巨大效率 仅仅一个礼拜后 夜星辰的修为就提升到了 十星战尊后期 速度真快啊 简直不敢想象 房屋之中 夜星辰睁开眼睛 满脸感慨之色 只要有充足的神识 一个有天赋的战尊 就很容易能够在短时间内晋升到战神境界 鸡哥和子雪他们都伴入了补天教 像补天教这样的大门派 肯定不缺少足够的神识 如今我们已经分别几十年了 或许等我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为战神了 夜星辰暗暗想到 他现在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无毛鸡他们了 只是 在此之前 他还需要晋升到战神境界 不然到时候被无毛鸡他们比下去 那该有多丢脸啊 最重要的是 炎家 谢家 利家 武家这些战神 世家曾经也派了不少天才去神域大陆 这些人也很有可能成为战神了 要知道他们都是夜星辰的仇人 这就相当于夜星辰在中州 已经有了很多战神级别的仇人了 而且还是大门派的弟子 如此一来 夜星辰就更加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别到时候反过来还需要无毛鸡他们保护 那就丢脸至极了 夜星辰还是最相信自己的实力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夜星辰不在乎神识的消耗 每天都在用神识修炼 只要没什么事情 他就沉浸在修炼之中 转眼之间 月底就到了 夜星辰带着手下三个将军 还有三千多士兵 离开瑶光城 出去清扫魔兽 一路上 只要不是战神以上的魔兽 夜星辰和手下三个将军都不会出手 交给手下三千士兵动手行了 而一些弱一点的一星战神级别的魔兽 就交给手下三个将军 只有遇到强大的魔兽 夜星辰才会自己动手 清扫的任务并不是很难 因为像这样的任务每个月都有 这么多年下来 早已经将附近的魔兽清扫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铁屑会先巡视一遍这片区域 一旦有强大一些的魔兽 都会被他解决 所以夜星辰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有下面低士兵或多或少受了伤 遥光城 周家 一间屋子里 周家家主看着面前的黑袍男子 冷冷说道 这半个月以来 我发动周家全部力量 将进入遥光城的陌生人都查了一遍 终于将嫌疑确定在两个人身上 说吧 周家家主一直点向面前的虚空 空气之中 顿时凝聚初夜星辰和潇洒的样貌 这两人一个是一星战神 一个是三星战王 如今他们已经加入了江家 名字分别叫做夜星辰和潇洒 这个叫夜星辰的非常厉害 一剑就灭杀了洛云部落的大首领洛云 如今是江家铁血军的一名大将军 而这个叫潇洒的小子 如今拜入了遥光学院 听说天赋不错 位列天才般 周家家主继续说道 一剑能够灭杀洛云 黑袍男子文言眼神一鸣 审声道 这样的实力 最起码是上尉神巅峰 而我们那位长老在进入那座小世界后 实力会被压制在一星战神境界 战力最多达到上尉神层次 如果是此人的话 的确有可能是凶手 哼 已经确定了 周家家主演中带着寒光 满脸冷笑地说道 从这个叫做潇洒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来自那座小世界 因为这个叫潇洒的有着战皇的境界 在进入尔光城的时候也拥有战皇的修为 只是在他们加入江家之后 他才废除修为 重新修炼 你说 除了来自小世界的人 因为自身有缺陷 谁会傻得废除修为 重新修炼 黑袍男子文言点了点头 说道 的确 只有从小世界来的人 才会废除修为 重新修炼 因为他们需要弥补自己的缺陷 第844张危机 既然目标已经确定了 是你们地狱动手 还是由我们周家动手 不过 他现在是铁血军的大将军 有江家做后盾 解决起来有些麻烦 周家家主随即皱起了眉头 似乎对江家很忌惮 大事未成之前 你们周家不能暴露 还是由我们地狱出手吧 铁血军不是每个月月底 都要出去清扫一次魔兽吗 届时我便出手杀了他 黑袍男子冷声说道 周家家主文言 眼神略带怀疑的 看向面前的黑袍男子 你的实力最多和铁血相当 你能够在他的眼皮底子下 击杀这个叫叶星辰的小子吗 这简单 你想个办法 让人拖住铁血不就行了吗 在下个月底的时候拖住铁血 然后等到叶星辰离开 瑶光城出去清扫魔兽 我再伺机杀了他 黑袍男子应笑道 好 周家家主沉思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至于那个叫潇洒的小子 便让我加克尔去解决吧 他们都在遥光学院 应该有办法 你的孙子周克吗 嗯 他的天赋不错 如今已经是高级战尊了 解决一个小小的战王 的确不成问题 黑袍男子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去 遥光城 叶星辰戴着手下的铁血君顺利返回 这次他掠获了不少魔金 冠成神石价值3000多 不过 这样的收获显然不能让叶星辰满意 因为他现在一天所消耗的神石达到了200块 一个月要消耗6000多神石 仅靠月底的一次清扫活动 显然不可能满足他的消耗 叶星辰又不想降低修炼速度 那么只能在其他方面赚取神石了 可惜最近一个月都没有任务发布下来 若是再来一次消灭洛云不罗那样的任务 就能再度大赚一笔了 屋子里 叶星辰有些失望 咚咚咚 外面传来潇洒的声音 老叶 有事找你 叶星辰面色一僵 打开门 看着门外的潇洒 无语到 什么时候把我的称呼给改了 老叶 我有那么老了 是啊 很老了啊 昨天我想起了战神大陆 突然发现我们已经有六七十岁了 你说老不老 这要是换成普通人 都能做爷爷了 催下子孙无数 娇洒黑黑笑道 叶星辰翻了翻白眼 说道 比起神域大陆那些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 我们还嫩得很 对了 你不在遥光学院好好修炼 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你不是让我观察那个叫周克的家伙吗 潇洒文言脸色严肃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伙最近在尝试接近我 我担心打草惊蛇便试着跟他接近 然后就成为了朋友 今天他告诉我 在月底的时候他会带一些人出去狩猎妖兽 磨练战绩 让我也跟他一起去 你怎么知道他是故意接近你的 叶星辰惊讶道 潇洒撇嘴道 我在遥光学院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 而他是天才 而且还是周家的嫡系子弟 你说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接近我 虽然他利用了一些小手段 让他很巧合地接近了我 但是有了你的提醒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为的便是与我结交 嗯 分析的很有道理 那你觉得他为何要接近你 叶星辰笑着问道 潇洒审声道 两种可能 一种是因为你 毕竟你现在是铁血军的大将军 放在遥光城也是一名强者 周家和江家竞争很激烈 关注你很正常 也许 他们是想要通过我 拉拢你 第二种 那就是我们的身份暴露了 他们想要将我们解决掉 叶星辰眼睛一眯 眸光闪烁 那你觉得那种可能性最大 第二种 潇洒冷亨道 如果他们是想要拉拢你 根本没必要费尽心思接近我 直接来找我谈条件 或是直接找你 毕竟你只是一个一心战神 虽然有些潜力 但还没有必要让他们费这么大心思 哈哈哈哈 叶星辰听完笑道 看来你在战神大陆当了几年的人皇 谋略都提升了这么多 不错 我也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最大 不 应该就是第二种 叶星辰脸色阴沉下来 冷哼道 我们两个陌生人进入遥光城 如果只是一个过客 的确没人会关注我们 但是我成为了铁血军的大将军 那就肯定会引起他人的关注 以周家的势力想要调查我就很容易了 而且你废除修为重新修炼 这也是看得出来的 不过这些都不可能让他们怀疑我们来自战神大陆 除非有地狱的人发现那座空间通道有人出来过 潇洒点了点头 随即问道 那这么说来 周克冤我月底出去狩猎魔兽 恐怕是为了暗中杀死我 嘿嘿 我们铁血军每个月月底都要出去清扫魔兽 他在这个时候约你出去 邪恶用心一显无疑 而且 我怀疑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对付我 在城内 他们很难杀我 只能等月底 在我出去的时候 派人杀我 夜星辰想到这里 不免有些心有余悸 他看向潇洒笑道 这次还要多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这个消息 恐怕我这次就死定了 那你有什么计划 既然对方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那就算我们躲过了这次 也躲不过下次 潇洒皱起眉头说道 躲是没有办法的 夜星辰审声道 月底我必须要出去清扫 这是职责所在 除非我不当这个大将军 但是 这个职位能够给我带来很多神识 我需要这些神识修炼 这就陷入了死胡同了 潇洒贪了贪手 满脸忧虑地说道 而且 我们不知道他们对付 你会派出什么样的对手 既然调查了我 他们当然清楚我的实力 那么肯定会派出二星战神 派出三星战神的几率很小 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夜星辰审声道 潇洒闻言急道 那你就更不能出去了 不出去不行 我需要神识提升实力 夜星辰阴沉道 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将修为提升到十一星战尊境界 如果没有神识 我的修炼速度会降低很多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潇洒问道 夜星辰眼睛一眯 说道 直接找上面的人 我觉得 以地狱的实力 应该轻易就能征服摇光城 但他们却像周家这样潜伏下来 这说明还有一股势力令得 地狱不敢在明面上占据摇光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借刀杀人 娇洒若有所思 第845章出文神战 一座大殿之中 夜星辰和铁血面对面坐着 呵呵 我说疯子大将军 你怎么会有空来我这里 今天不修炼了吗 铁血看着对面的夜星辰笑道 疯子大将军 夜星辰疑惑的看向铁血 自己得罪他了吗 怎么给自己起这个外号 铁血笑着说道 你白天黑夜都在不眠不休地修炼 连你手下在训练的时候 你都在一旁修炼 你恐怕还不知道 你的手下士兵都管你叫疯子大将军 夜星辰无语 随即一脸苦笑 铁血继续笑道 你天赋不错 又这般刻苦 就没想过去中州 败入那些大门派吗 之前我来遥光城的时候 可是连传送阵的费用都没有 而且 我准备等寄生战神境界后 再去中州 夜星辰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打算 直接说道 铁血点了点头 说道 你考虑的不错 到了战神境界 你实力也会更强一些 败入那些大门派 就更有机会了 对了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传送阵的费用 因为在过不久 神战就要开始了 届时我们遥光城会安排一些天才去中州 你也可以加入他们其中 我们将家有名额的 哦 什么是神战 夜星辰好奇问道 暂时放下地狱的事情 铁血笑着说道 所谓的神战就是一群年轻天才争锋 参加神战的人 都是以新战神 而且都是没有加入门派的散修 最早的神战是由中州几个大门派发起的 为的便是挖掘出中州的天才 然后招进自己的门派 不过如今 神战却是蔓延了整个神域大陆 神域大陆的各大势力都支持这个活动 也是为了挖掘天才 原来如此 夜星辰安安吃惊 这个活动太惊人了 恐怕没有一个天才不会参加 因为只要在神战中表现突出 马上就会扬名立万 并且受到神域大陆顶尖势力的拉拢 谁会傻得放弃 夜星辰也很心动不已 顿时问道 不知道神战什么时候开始 毫无疑问 他准备参加 一来省却了去中州的传送费 二来可以直接展露头角 加入补天教 可谓是两全其美 一年后 我们北州的神战出赛就会开始了 届时我会帮你报名参加的 只要你能够闯进遥光城前一千名 就能去中州参加总赛 铁血说道 遥光城前一千名 这么说 咱们北州会有七千多人去中州参加神战 夜星辰到西一口凉气 这可是七千多战神 而且还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七千人算什么 每一届的神战 几乎云集了十万天才 其中大半都是中州那边的 东州和西州也有不少 只有我们北州最弱 铁血探道 夜星辰默然 七千 十万 这北州的确有些弱 在五大州中是垫底的 好了 神战的事情等一年后再说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像你这个修炼狂 没事不可能来找我的 铁血随即笑着看向夜星辰 夜星辰这才想到自己的来意 顿时面色严肃道 不知道铁血统领听说过地狱这个势力吗 地狱 铁血文言 眼眸顿时射出一道金光 庞大的威压也从他身上展现出来 压得夜星辰身体一颤 这个势力我知道 你提起他做什么 铁血收起威压 但是眼神锐利的盯着夜星辰 夜星辰松了口气 随即审声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遥光学院学习 最近有人故意接近他 提到了地狱 他们想要让我和我的朋友加入地狱 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我估计他们会在月底的时候对我和我的朋友出手 一句话 七分针三分甲 令得铁血这样的强者也无法分辨 你的选择是对的 地狱那种势力非常阴暗 你有天赋 完全可以加入补天教 春秋门这些大门派 没必要和一群阴暗的家伙为伍 铁血点了点头 随即看着夜星辰问道 那个故意接近你朋友的人是谁 可以确定他是地狱的人吗 是周克 周家家主的一个孙子 我朋友说可以确定 夜星辰连忙说道 周克 怎么可能 铁血文言一惊 随即脸色凝重起来 这要是真的 那牵扯到的事情就大了 夜星辰也知道 这件事情让铁血很难相信 当即说道 铁血统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在月底时暗中跟随我朋友 周克邀请他月底出去狩猎 我想会对他不利 届时 他是不是地狱的人 你就一清二楚了 好 我就亲自走一趟 铁血说吧 看向夜星辰 突然笑道 我明白你的来意 你是想要找人保护你的朋友 还有你 对吧 铁血统领英明 夜星辰文言苦笑道 我这点实力根本无法抗衡地狱 而我又不能不出去清扫魔兽 所以只能来找你帮忙了 钻你小子聪明 这样吧 你朋友那边的安全我负责 至于你这边 我会跟江家高层禀报 到时候让他们派出一名强者潜伏 在你手下低士兵当中 铁血笑道 夜星辰文言满脸喜色 连忙说道 那就多谢铁血统领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江家的高层不可能轻易信你 如果这次没有人来杀你 也无法判定周克就是地狱的人 那你恐怕会被江家赶出去 毕竟他们不可能容许一个骗子待在铁血军 铁血随即冷冷说道 夜星辰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我明白 随即 转身离去 铁血看着夜星辰的背影消失 眼中光芒闪烁 这小子话语漏洞太多了 一句话七分针三分钾 肯定隐瞒了很多事情 不过 一切谜底等到月底就清楚了 希望你小子不要骗我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哼 店外 夜星辰赶回自己的屋子 暗中想到 铁血恐怕也知道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不过江家肯定会派人保护我和潇洒的 只要月底是地狱的人来杀我 那么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不过 这样看来 江家似乎很敌视地狱 但是凭借江家这点实力 又怎么敢敌视地狱 这其中似乎也隐藏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夜星辰渐渐感觉到遥光城 以及北周 似乎笼罩了一层迷雾 他决定找手下三个将军来问问 第846章北周历史 你们下去吧 房屋中 夜星辰挥了挥手 让手下三个将军离开 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他眉头紧皱 面露疑惑之色 这三人居然不知道地狱的存在 奇怪 像地狱这么大的势力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但他刚才已经试探过了 这三个将军的确不知道地狱的存在 而且他们不像似在说谎 他们好歹也是战神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一星战神 怎么会连地狱这个势力都不知道 夜星辰越发感觉到其中蕴含的秘密了 同时他对此非常好奇 于是他离开屋子 来到江家藏书的地方 寻找一些杂书其文录观看 这些书籍没什么价值 记载的也都是一些历史消息 所以江家并不是很看重 允许让铁血军的任何人观看 只有那些战绩 功法 才会有限制 夜星辰觉得自己迟早是要加入补天教的 所以对江家的功法和战绩没什么兴趣 他来此只是为了探寻江家与地狱的秘密 这一整天 夜星辰都待在此地观看各种杂书 对北周 对瑶光城的历史 终于了解了很多 原来北周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弱 在很早以前 北周也很强大 虽然比不上中周 但绝对不比东周 西周 南周差 而当时 北周出了两个强者 他们分别是北斗新主和死灵神主 这两人都是和补天教创始人补天君主 一个级别的超级强者 威震神域大陆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过这两人是仇敌 一直征战不断 其中北斗新主创建北斗七城 便是如今的北周七城 威势无匹 贪比补天教 而死灵神主也不甘落后 创建了修罗地狱 势力同样强大无比 在那段岁月里 北斗七城和修罗地狱厮杀不断 直到最后一战 北斗新主击杀了死灵神主 这才让北斗七城赢得了战争 统治了北周 不过 这一战是两败俱伤 死灵神主固然死了 北斗新主也被重创 寿远无多 同时 修罗地狱近乎被打残 但是北斗七城也好不了多少 七星战神以上的强者几乎都死光了 整个北周大地 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渐渐导致修炼资源匮乏 以至于如今 使得北周成为五大周中最弱的一个 看来这个修罗地狱 便是地狱的前身了 只是没想到地狱如今变得这般强大 叶星辰暗暗惊奇 当年 修罗地狱虽然败了 但是苟延残喘下来的地狱 如今却是成为了神域大陆的一个超级大势力 相反 北周七城却不复曾经北斗七城的风光 如今连一个七星战神都没有 彻底沦为神域大陆的三流势力 此外 叶星辰还发现 江家周家城主府这三大势力的组上 都是北斗七城的嫡系势力 也难怪江家会敌是地狱了 毕竟是几十万年的死敌了 只是让叶星辰奇怪的是 周家也是地狱的死敌 怎么会加入地狱 而且 如今的北周七城彻底没落了 以地狱的实力 应该可以轻易灭掉北周七城 为何还留着北周七城 这让叶星辰肯定 北周七城肯定还有底牌 足以对抗地狱的底牌 是了 当年北斗新主击杀了死灵神主 他虽然受了重创 但毕竟活了下来 肯定会给北斗七城留下底牌 以防止地狱的报复 叶星辰忽然想到 如果换了他是北斗新主 在自己受缘无多的时候 也肯定会留下底牌 保护自己创建的北斗七城 就如同叶星辰在离开战神大陆时 也留下了一些底牌 暗中守护浩天雪院 算了 这些事情都跟我没关系 我只要度过此劫即可 等一年后的神战 我就去中州 到时候拜入补天教 即便地狱也奈何不了我 叶星辰随即摇了摇头 放下手中的书籍 一层灰雾溅起 看着一散在空气中的灰尘 叶星辰叹息一声 也难怪那三个将军 会不知道地狱的存在 毕竟这段历史剧 今有几十万年了 早就被人忘却了 也只有江家因为 和地狱是死敌才会记得 回到屋中 叶星辰拿出神石 继续修炼 转眼就到了月底 叶星辰的修为在做突破 进升到了十星战尊 巅峰境界 距离十一星战尊不远了 该出发了 叶星辰睁开双眸 眼中光芒闪烁 这个月底 注定不会平静 老叶 我要去学院跟周克他们会合了 你可要保护我的生命安全 门外传来潇洒的声音 歌之 叶星辰推开门 走了出来 看向潇洒说道 你放心 我们铁血统领会在暗中跟着你 所以你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 等下机灵点 想办法让周克暴露自己是地狱弟子的身份 嘿嘿 我明白了 潇洒音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叶星辰也出发前往铁血军军营 不久后 叶星辰带着一千多铁血军 离开了摇光城 开始清扫周围的魔兽 姐姐 终于离开了吗 饺子 敢杀我地狱的人 即便你来到了神域大陆 也别想活命 一个黑袍男子 远远地跟在叶星辰一行人的后面 直到叶星辰一行人已经远离摇光城后 黑袍男子才陡然加速 追上叶星辰 嗯 叶星辰停住脚步 向后看去 黑袍男子一加速 他的强大气息便无法再隐藏 被叶星辰所感应到了 终于来了吗 叶星辰嘴角扯起一抹冷笑 同时 他朝着手下一群士兵中的某个人暗暗点了点头 轰 黑袍男子速度很快 像似一颗炮弹 出现在叶星辰的面前 神门人 戒备 叶星辰手下的三个将军大喝道 同时 一千多铁血均组成战阵 名神以待 一群蝼蚁 给我滚开 黑袍男子满脸不屑 他大手一挥 顿时狂风四起 无匹的能量凝聚出一股风暴 将一千多铁血均轰飞出去 只有叶星辰 还有三个将军勉强支撑住了 二星战神 不好 是二星战神 叶星辰手下的三个将军顿时脸色大变 叶星辰也是安安震惊 幸亏自己有所准备 不然这次就死定了 第八百四十七章江天 你是谁 不知道我们是铁血均吗 叶星辰看着面前的黑袍男子 大声喝道 其实 看对方的装束 他就猜到对方是地狱的人了 毕竟地狱的人 都是这种傻逼装束 也不知道换一个 铁血均 连你们江家在我眼里都是蝼蚁 更何况是铁血均 黑袍男子满脸不屑 他紧紧盯着叶星辰 阴森笑道 不过 我这次的目标不是铁血均 而是你 说吧 他直接抬起手掌 就朝着叶星辰抓去 漆黑的巨手 笼罩在一层厚厚的黑雾之中 蔓延了整个天空 天地顿时暗淡下来 无尽光芒被巨手吞噬掉了 这一招非常强势 根本没把叶星辰放在眼里 不过这也很正常 因为在神域大陆 很少有人能够跃及战斗 更何况 叶星辰连战神都不是 又岂会是他这个二星战神的对手 哼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恐怖的刀意在叶星辰背后生腾起来 瞬间 一条浩浩荡荡的刀光 凝聚成无匹的绝世刀芒 撕裂层层虚空 展向面前的黑暗巨手 摇光斩 黑袍男子脸色一变 随即 一片轰蒙声响起 下一刻 赤裂的刀芒 就将黑暗撕裂 将巨手撕裂 甚至还轰飞了面前的黑袍男子 扑翅 黑袍男子吐血倒飞 他眼睛死死盯着从夜星辰背后飞来的那道身影 摇光斩 你是江家的嫡系子弟 黑袍男子面色阴沉无比 在夜星辰的背后 一名中年男子撤掉身上铁血军士兵战甲 露出霸气魁梧的身形 他对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黑袍男子 冷哼道 你刚才说我们江家在你眼里都是蝼蚁 黑袍男子脸色一抽 他想不通怎么会有一个江家强者在这里 而且对方能够一招击伤他 必然是三星战神 只是 他这一次的行动非常隐秘 怎么会遭受到对方的伏击 难道是周家 不 不可能 周家不敢背叛他们地狱的 走 黑袍男子思绪急转 最终决定转身就逃 根本不敢多说废话 对方是三星战神 绝对不是他可以抗衡的存在 秋 夜星辰一直在注意黑袍男子 剑道对方想要逃走 第一时间便加快速度 将其拦截下来 终极剑道 夜星辰一剑劈出 剑光浩瀚无比 赤裂的剑芒 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样耀眼夺目 令得面前的黑袍男子都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饺子 你找死 黑袍男子大怒 一个连战神都不是的蝼蚁 竟然也敢阻拦他 哄 黑袍男子瞬间出手 他一掌派出 十八座黑色宫殿骑飞 震碎了夜星辰的剑芒 将夜星辰也给震得吐血而飞 不过 虽然受了伤 但是夜星辰却露出得意的笑容 原来 在他拖延的时候 身负那位江家的三星战神已经赶过来了 地狱的妖孽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来吧 江家的强者冷哼一声 随即手中出现了一把血亮长刀 他挥舞长刀 璀璨的刀芒不断的飞出 将黑袍男子疯困在这片空间 可恶 黑袍男子健壮 顿时知道了夜星辰的险恶用心 可惜现在想要逃已矜持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和江家的这位三星战神交战 可是远不是对方的对手 本来即便如此 他也有把握逃走 但是夜星辰的速度很快 每每在关键时刻 都能将他拖住片刻 这就导致他无法逃脱 糟了 黑袍男子越打越焦急 他知道这样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终极见到 这时夜星辰再度杀来 他总是可以找准时机 在黑袍男子露出破绽的时候 施展出必杀一击 本来夜星辰的这点实力是伤不到黑袍男子 但是现在黑袍男子的大部分心神都放在应付江家强者的攻击中 以至于让夜星辰抓住了机会 吃炙烈的剑芒 像似一道长虹 将黑袍男子的胸口贯穿 鲜血飞剑 剑气四溢 我活不了 您也别想活 我们一起死吧 黑袍男子抓住银色重剑 满脸猙獰地瞪着夜星辰 一股浓厚的邪恶气息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将夜星辰都包裹在其中 不好 夜星辰脸色一变 小心 江家的强者也大喝道 同时他迅速出手 一道赤裂的刀芒劈落下来 击中黑袍男子 不过 黑袍男子的攻击 也狠狠地落在了夜星辰身上 简然 黑袍男子知道自己死定了 想要拉夜星辰垫背 扑 遭受到黑袍男子一击 夜星辰整个人都化为血雾爆开了 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黑袍男子的攻击 与此同时 黑袍男子也被江家强者一刀劈成两半 瞬间惨死 可惜了 江家强者看着化为血雾的夜星辰 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这样的夜星辰 肯定死定了 但就在此时 中围的血雾顿时凝聚起来 化为夜星辰的样子 只是 夜星辰此时脸色惨白 显然伤势很重 嗯 绝肉眼生 没想到你的肉身竟然这么厉害 难怪可以在战尊境界发挥出如此战力 江家强者 没想到夜星辰死而复生 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前辈是 夜星辰虽然知道眼前之人是江家强者 但不知道是谁 我是江家家主江天 江天笑着说道 看向夜星辰的目光 带着一丝欣赏 夜星辰文言一正 难怪此人实力这么强大 原来是江家的家主 原来是家主 久仰 夜星辰连忙见礼 江天摆了白手 笑着说道 这次多亏了你提醒 不然我还不知道 遥光城内混进了地狱的妖孽 甚至连周家 算了 等铁血回来再说吧 夜星辰点了点头 不过 接下来的清扫任务 夜星辰注定没办法完成了 毕竟他现在伤势严重 得回去恢复伤势 江天也看出来 夜星辰受了重伤 所以直接带着他返回遥光城 夜星辰一回屋子 就拿出各种丹药 开始恢复伤势 这一次他简直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遍 若非拥有血肉衍生境界 恐怕早已经死了 第848章 10万赞助 连续一个月 夜星辰都在屋子里面闭关恢复伤势 在神识和各种丹药的帮助下 他的伤势不仅恢复了 修为也有所突破 达到了十星战尊圆满境界 距离突破到十一星战尊也不远了 不过 让夜星辰郁闷的是 他的神识彻底用光了 没有神识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夜星辰暗叹 尝过了神识的修炼速度 现在让他按部就班地修炼 真没有那个耐心 当下 夜星辰索性出关了 毕竟过去了一个月 也不知道潇洒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老肖 老肖 夜星辰在院子里叫道 不过 并没有潇洒的回音 夜星辰神念一扫 顿时发现屋子里没有潇洒的身影 难道是去摇光学院学习了吗 夜星辰随即前往铁穴的住处 铁穴倒是在这里 看到他到来 笑着说道 你恢复的怎么样 全部恢复了 今天正好是月底吧 我待会儿就去带人出去清扫 夜星辰说道 他也是卡着这个时间点出关的 毕竟不能浪费每个月月底的清扫任务 不然他从哪里得到神识修炼 钻了 铁穴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以后你都不用出去清扫了 不然你恐怕会有危险 夜星辰眼神一鸣 看着铁穴 神声道忘了问了 上次我朋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铁穴文言阴沉道 那个周克的确是地狱的人 不过他身边带着一枚次元神符 一发现我到来 就马上发动次元神符 顺移离开 让我功亏一篑 不过你放心 你朋友被我救下来了 只是这次没有除掉周克 你们以后确实不能再外出了 次元神符 夜星辰眉头一皱 铁穴剑他不知道次元神符 便开口解释道 这是领悟高等奥义次元的强者 在达到七星战神境界后 才能炼制的利好的符文 一旦发动 就能随机顺移离开 是保命的至保 不过 从这一点看来 周家和地狱的关系就更加明显了 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宝物 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满脸疑惑道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周家跟地狱的关系 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动作吗 没有禀报给城主府吗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铁血苦笑道 周家比我们江家还要强大 而且跟我们江家一样 都是曾经北斗七城的后裔 所以 如果没有绝对的证据 城主府是不会相信我们的话 他们只会认为我们江家想要借机斗到周家 夜星辰默然 他知道铁血说得不错 以周家在遥光城的势力 没有绝对的证据 的确很难将其扳倒 只是这次他已经算是彻底得罪了周家 地狱那边还好说 只是杀了地狱的一个小人物 地狱的总部才不会把他这个小蚂蚁放在眼里 但是周家的周克差点死了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但是如果不出遥光城的话 仅靠江家的支持 他又能够得到多少神识 如果不能在一年内成为战神 他就没办法参与神战 等到下次神战 就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了 呵呵 你是不是在担心没有足够的神识修炼 铁血似乎猜到夜星辰心中的担忧 他笑着说道 这点你放心 上次击杀地狱的妖孽 你表现出来了惊人的天赋和实力 我们江家家主决定赞助你十万神识 祝你一臂之力 不过 你以后发达了 可不能忘了我们江家 十万神识 江家好大的魄力 那叶某就感激不尽了 叶星辰满脸感激地说道 不过 他心底并没有多少感激 十万神识而已 就想收买他 让他感恩戴德 江家倒是打了个好主意 当然 叶星辰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 不管怎么说 江家都帮了他一个大忙 这个恩情他记下了 以后必然会还给江家 接下来 叶星辰就去江华大总管那里 领取了十万神识 然后返回自己的屋子开始修炼 我现在每个月需要消耗六千多神识 十个月便十六万 这十万神识足够我晋升到战神境界了 叶星辰暗暗想到 就连资源足够了 接下来他就可以一鼓作气 晋升到战神境界 遥光城外 此时 周克风尘仆仆地来到城门前 望着面前熟悉的高大城门 周克脸色阴沉 资源神符的随机性太严重了 这次我被随机传送到一群魔兽之中 差点当场被杀 还好我在关键时刻突破境界 逃过一劫 周克走进城内 眼神凝重 没想到铁血会隐藏在暗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江家已经在怀疑我们周家了吗 周克心情沉重 一路急奔 返回了周府 周府和江府一样气派 占地面积光靠 如同一座城中城 周克是周家的嫡系子弟 因此没有任何阻拦 便来到了周家家主的屋子 屋子中 周家家主面色凝重的 看着面前的周克 审声道 你是说铁血出现了 并且要杀你 应该是想要抓住我 周克脸色阴沉道 本来我利用一群魔兽 将我们队伍冲散 然后我暗中跟在潇洒后面 想要司机杀他 但没想到 就在我动手的时候 铁血出现了 而且他竟然知道我是地狱的人 想要抓住我 我当然不会让他抓住 所以就使用了次元神符逃走 咚咚咚 周家家主靠在椅子上 手指不断敲打着桌面 忽然他手指一停 皱眉道 这是不对劲 你们一个被杀 一个侥幸逃脱 这说明江家早就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但问题是 你们的行动只有我知道 你们也不可能傻得泄露出去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周克点了点头 说道 爷爷 这也是我的疑问 按道理 就算江家怀疑我们周家和地狱有所勾结 但他们又怎么可能猜得到我们会在月底对夜星辰 潇洒动手 而且 这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清楚 也就不存在间隙的原因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 那就只剩下必然了 周家家主骤然盯着周克 阴沉道 必然是我们三人之中的一个泄露消息 什么 周克文言脸色一惊 第849章年度神节 爷爷 您弄错了吧 周克金仪的看向面前尊敬的周家家主 周梅道 我们三个人 爷爷您可以排除在外 地狱的那位使者也可以排除 毕竟他都已经死了 难道 爷爷是您在怀疑我 哈哈 你是我的孙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又怎么可能会怀疑你 周家家主笑着摇摇头 随即他审声道 我们三人都不会故意泄露的 但就难保不会意外泄露 周克文言似有所悟 忽然他瞳孔一说 爷爷你一直都待在家中 实者也隐藏在暗中 你们都没有与外人交流 自然不存在意外泄露 那就只剩下我了 周克想到这里 不由得沉思起来 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潇洒 只是他想不通 因为他与潇洒交谈时 可没有表现出自己是地狱的信息 周克不由得把这个疑问告诉了周家家主 周家家主沉吟道 看来问题就在这个潇洒身上了 周克疑惑道 但是没有道理啊 就算他知道我是在故意接近他 也猜到我会对他不利 但他又怎么可能知道 我们会在月底对夜星辰动手 而且 他们又如何请动江家高手的 难道仅凭他们一句话 江家就相信他们 认为我们周家跟地狱的人公结 周家家主文言眼睛眯了起来 目露金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几十年前 你和一群地狱的少年 曾经去过他们所在的那座小世界 你说 如果他们两个当时看到了你 现在把你给认出来了的话 周家家主没有说完 周克顿时脸色一变 阴沉道 如果是这样 他们就能肯定我是地狱的人 然后从我邀请潇洒出去这件事情 他们就能猜到我们会对他们出手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请动江家 因为对于江家来说 只是出去走一趟而已 万一真的确定了我们周家和地狱勾结 那就对他们江家有利 既然他们认得你 那你怎么不认识他们 周家家主听吧 挥了挥手 在半空中凝聚初夜星辰的样貌 至于潇洒 就不用他凝聚了 因为和周克是同学 周克很熟悉 周克目光紧紧盯着夜星辰 说道 潇洒这个人我不认识 我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眼前这个夜星辰 我之前在遥光学院门口见过他 他当时似乎也看了我一眼 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周克语气一沉 眼中金光乍射 我明白了 他当时就认出了我 而我肯定也见过他 不然他不可能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周克不由得沉浸在回忆之中 回忆其几十年前 他去战神大陆 见到了那些战神世家的子弟 其中 有一人很耀眼 甚至击败了他们神域大陆的一个天才 当时震惊了他 而这个人 便是剑锋 恍惚间 在周克的眼中 剑锋和夜星辰不断的融合 撇开外貌和身形 但是那两双眼神 都是一模一样 原来是他 剑锋 夜星辰 他们是同一个人 难怪 他会有这种天赋与实力 周克脸色阴沉下来 将自己的推论告诉周家家主 周家家主听完点了点头 说道 在那种有缺陷的小世界 都能击败我们神域大陆的天才 的确了不得 该死 早晚我会杀了他 周克握紧了双拳 满脸杀气 周家家主摇头道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杀不杀他 对我们地狱的影响不大 问题是 这次江家已经确定我们周家和地狱勾结了 虽然城主府不会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但是他们肯定会在暗中对我们有所提防和警惕 以后办事我们就得更加小心和谨慎了 这次是因为我的错 才让家族遇到困难 我发誓 我一定会杀死这个叶星辰的 周克咬牙切齿地说道 周家家主点了点头 说道 这人虽然影响不大 不过既然已经得罪了 而他又有些潜力 那就提前铲除掉 不过 经过了这次事情 他恐怕不会离开摇光城了 没关系 像他这种天才 肯定会参加十个月后的神战 刚好 十个月的时间 也足够我寄生到战神境界了 到时候 我就在神战之中将他铲除 周克满脸自信 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他继续说道 反正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趁着神战的机会 我正好可以离开北周 潜伏进中州的那些大门派之中 可谓是一举数得 你可别大意了 周家家主提醒道 他的实力可不弱 虽然自身有缺陷 但是凭借血肉衍生的力量 一旦成神之后 战力应该会超越一般的上位神 爷爷您放心 我积累了这么多年 又有地狱的帮助 一旦我成神 必然是上位神巅峰 虽然杀他有些困难 但是 爷爷 您别忘了 这次参加神战的天才当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我们地狱的呢 周克因孙笑道 论实力 我比他强 论人数 我们地狱那么多天才 难道还杀不死他一个人 嗯 你自己把握就好 爷爷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周家家主点了点头 他很看好周克 因为这是他们周家万年也难得一遇的超级天才 是他们周家的一条龙 江府 一间屋子里 叶星辰缓缓睁开眼眸 一个月后 叶星辰顺利地晋升到了十一星战尊境界 就在他准备继续闭关修炼 冲击十二星战尊境界时 天空中陡然传来一股恐怖的威压 赤神节 居然有人在冲击战尊境界 夜星辰谋光一鸣 顿时推开门 走了出去 天空中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巨大的节云 在不断地酝酿着 然而 就在夜星辰感叹神节的恐怖威能时 不远处的天空中 再度出现了一道节云 随后 又是一道节云出现 短短时间内 竟然有三人在渡神节 这实在太震撼了 而且 这三个人都在江府内渡节 说明都是江家人 我靠 真是大场面啊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三个人在渡神节 潇洒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 看着天空中的节云 满脸惊叹 第850章疯狂举动 听见潇洒的声音 夜星辰回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神战要开始了 这些人肯定是压制了修为 一直等着神战开启式晋升战神境界 从而参加神战 原来如此 这些人还真是阴沉 正所谓后机勃发 他们压制修为 如今一举冲击战神境界 一旦成功 实力必定突飞猛进 是战神中的佼佼者 潇洒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 遥光城内到处都在谈论 神战的话题 所以他对神战也有所了解 可惜了 你恐怕没机会参加 这一届的神战了 夜星辰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潇洒如今才七星战王境界 不可能在神战之前突破到 战神境界 只能等待下一届的神战了 嘿嘿 有什么好可惜的 我可没有你的天赋 参加神战对我没什么用处 还不如等你先混进了补天教 然后再把我招进去 潇洒嘿嘿笑道 对于神战 他才不在意呢 神战 那是天才的领地 普通人进去 那根本是找死 每一届神战 都会有许多耀眼的天才出现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 在这些耀眼的天才脚下 都是踩着无数尸体 一将功成万古枯 说的便是如此 对了 这段时间 周克有没有找你的麻烦 叶星辰随即看向潇洒问道 潇洒摇了摇头 说道 这家伙一直没有来摇光学院 我向人打听了一下 据说这家伙请假在家闭关 估计也是为了冲击战神境界 准备参加这一届的神战 对了 你一定要小心他 此人天赋很强 一旦晋升战神 很有可能是上位神巅峰境界 你和周家也算撕破脸了 他恐怕会在神战中对你出手 呵呵 这你放心 我现在就有上位神巅峰的实力 一旦等我晋升到了战神境界 他在我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叶星辰摇了摇头 满脸自信道 潇洒却是面色凝重的说道 你别大意了 别忘了 他可是地狱的人 谁知道这一届的神战当中 潜伏了多少地狱的人 你到时候可不止他一个敌人 叶星辰文言神色一领 点了点头 说道 差点忘记这个了 他如果不是我的对手 很有可能会勾结地狱的其他人 的确是要防备他 不过 你放心 自保的把握我还是有的 毕竟 等我晋升战神境界之后 我的次元奥义也就进化成了道 可以在神域大陆进行顺移了 嗯 有了顺移这门神通 保命能力大大增加了 潇洒也点了点头 空 空 空 忽然 天空中传来三声巨响 两人抬头望去 只见天空中的神劫已经开始了 三道劫雷纷纷降临下来 让整个江府都感受到了棒驳的威压 叶星辰看得很仔细 因为在过不久 便轮到他杜劫了 虽然他很有自信 但提前做好准备无疑是最好的 通过这次观看别人杜劫 叶星辰发现神劫一共有9981道天雷轰击 第一次九重雷劫 第二次十八重雷劫 以此类推 到了第九重十 9981道天雷一起降临 那种场面简直毁天灭地 威力非常恐怖 不过 叶星辰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毕竟他的肉身早已经达到了血肉衍生境界 论防御力和恢复力 他绝对是同阶中最强的 如果连他都无法度过神劫 别人还有什么机会度过 观看完神劫之后 叶星辰回屋继续修炼 接下来的几个月 遥光城内不时地有人杜劫成神 显然很多遥光城的天才都积累了许久 等着神战开始的时候晋升到战神境界 从而可以报名参加神战 半年的时间转眼过去 这一天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叶星辰的屋子里面传了出来 下一刻 天空中风云汇聚 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降临 不好 老叶要度神节了吗 潇洒直接被压趴在屋子里面 满脸震惊 砰 一只大手破门而来 缠绕着无数星光 他一把抓住潇洒 将他扔出了院子 我要度节 你走远点 叶星辰的声音在潇洒耳边响起 与此同时 叶星辰的身子早已经浮现在院子上空 轰猛龙 天空中 节云不断地酝酿着 恐怖的威压 传遍了整个江府 这一刻 一道道身影冲天而起 在远处观看着叶星辰度节 那是谁 好像是铁血的一位大将军 叫做叶星辰 我知道此人 听说他还没有成神之前就炼成了血肉衍生境界 一身实力堪比尚未神 这次一旦成神 实力必然会暴涨 潜力不可小觑 一些江家的人议论纷纷 不远处 江家家主江天 带着三个年轻人 也在观看叶星辰度节 还有大总管江华 铁血统领 以及铁血军的另外三名大将军 十九位将军 都在观看叶星辰度节 你们三个 这次准备参加神战吗 铁血一边观看叶星辰度节 一边对身边的三位大将军说道 您刚摇了摇头 说道 我年纪太大了 没什么潜力 这一身修为都是时间累积起来的 那些大门派也看不上我 焦色和柳青五相视一眼 随即皆是点了点头 说道 我们准备试一次 如果这次失败了 以后就安心待在铁血军了 也好 铁血看向 萧色和柳青五笑着说道 你们才四百岁 在战神之中还是很年轻的 的确该试一试 万一被大门派看中了 比待在我们铁血军强多了 空 天雷骤然响起 无尽的雷电轰击下来 铁血顿时说道 好了 神节开始了 我们都仔细看看吧 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 话语还没有说完 他就被惊呆了 因为在他的视线当中 叶星辰竟然没有做丝毫防御 便应生生地迎向落下来的天雷 这是要用肉身硬抗天雷 利用神节磨练自己的肉身 这 这是何等的疯狂啊 别说铁血了 但凡这一刻 所有在观看叶星辰杜劫的人 都被叶星辰的疯狂举动而惊呆了